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九点为各位播出 礼拜五我们他为各位介绍精彩的人精彩的书 今天呢这个人他非常精彩 他的书籍当然更是光芒四射 为他介绍这本书的人呢 更是他一生的挚爱 女人活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阅历当中 人生的记录里其实真是非常幸福 我刚才跟他的先生朱全斌说 汉良璐有你这个丈夫真是女人最大的梦想 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汉良璐的最新的作品 狗日子猫时间 汉良璐伦敦旅闸的最新的版本 由他的先生朱全斌教授来介绍 汉良璐女士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的一平一笑 他的文字 他的各种这个努力仍然流传在 而且记忆在人间 这本书非常好看 也非常的精彩 希望大家持续的来锁定 我们等一会儿朱全斌教授的专访 好今天的Coco读书会 我们追忆一位 财女也是在现场的朱全斌教授 他的亲密的妻子 跟应该是也是知音吧 这个好友 这个全斌在我们的现场 这个我叫你全斌吧 没问题 Coco姐 全斌早 欢迎你来这个 这栋大楼对你来讲还是有记忆的 是的 我来的就是觉得蛮感伤的 因为十年前的时候 梁露曾经在这边主持节目 在台北之音 对 对 但每个周末吧 然后我都 那时候我们住在天母 都每个周末会开车送他来 就在那边等他 你就在楼下等他 是 那个时候台北之音在楼上 然后我就在 没有应该是在十一楼等他 对 现在楼上是pop radio 还是电台 而且旅读中国杂志的办公室也在那 所以这栋西雾拉大楼有着全斌的这个美好的记忆 你这样一讲 我都还回忆起这个梁露的声音了 你知道吗 他 我相信你还是 声音很大声 很爽朗 他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力 好 这个梁露过世已经 一百零三天 礼拜三才百日吗 对 你还好吗 很多朋友希望知道 慢慢慢慢的到正常了 对 嗯 我们当然也非常祝福你啊 可是我刚才在节目之前跟全斌说 我想对很多女人来讲 看到全斌在梁露 过世之后所做的这些努力 大概很多人都希望嫁一个先生 是像朱全斌这样子 可以选择的话 我宁愿不做这些 那当然了 可是夫妻两个人 总会有一个人先走嘛 对不对 那这个梁露生前太丰富了 所以你现在帮他整理的东西是 他去世之后的出的第一本 这是他去世之后的第一本 就是2003年就曾经出过 对 可是我们这个叫做一个新版 所以里面有增加文章 里面有整个一个part 一个章节 里面都是没有发表过的文章 大概四五篇 他没有发表过 他没有发表过 对 然后另外呢 也有蔡珠儿写的序 跟我写的序 还有里面也增加了很多的照片 照片很多 就是照片都是你拍的 都是我拍的 插画也是你画的 也是我的处女座 对 是你处女座 是的 讲起这个插画还蛮有意思 就是韩亮璐他是这样子 他自己写作啊什么的 很开心 所以他就希望就是说 我的这个快乐 别人应该要能够体会一下 所以他一天到鼓励说 这边啊你应该要去画画 你应该要去画画 因为他有时候知道我爱画画 小时候喜欢画 但后来就没有去发展嘛 所以他出了这本书 他就说希望我来画插画 原因是因为我那时 我们那时候到英 回到英国去卖房子嘛 那没事做 我就在画我的屋子 画了之后他就是说 你这个画可以做 我这本书的插图啊 我就觉得他根本是开玩笑 因为我是一个素人画家 你素人还画这么好啊 没有画过 所以呢 我就也不以为意 结果后来呢 画画就不肯画了 他就说 好你不相信你有天分 我就叫我的朋友吉米来 跟你说你画的好不好 他真的就吉米 说好小子 你画的太竞争力太强了 也没有 你看你画的这个下午茶的 桌上风景 这个英式的 随便一翻 我的吉米也是他觉得 还蛮像吉米 不不这样想对你也不尊敬啊 这个 你跟吉米有的拼啊 我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不能跟他比 这个吉米说什么 吉米就是说哈 我就问他说 我这个图画成这样 可以配他的文章吗 吉米说 绰绰有余 很像啊 这感觉上就 你画的这种 好像这个颜色 他他其实是很活泼 可是他又有点收敛的感觉 然后非常细致 对不对 这个讲起来也是笑话 就当初出版的时候 有人说 哎你们是不是去日本 找了什么少女插画家 很像啊 不像你 对 不像个大学教授 很柔美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透过绘画 有表达出一个 别人看不到的一个内在吧 那梁露他看得到 对 所以他就鼓励我画 你跟这个梁露梁云堂 这个可以说真的是 什么讲神仙眷侣啊 当时是你追他 还是他追你的 我们开始其实是朋友 什么意思啊 朋友意思就没来电 没有 不是跟很开始来电 因为梁露跟很多人都是朋友啊 就是不是一见就来电 我在一开始不是 完全不是 而且当时他还有 刚从一个前男友 分手之后 我应该是听 你刚从前女友分手 那倒没有 我其实是听众 现在梁露在天上笑 对 你是他的听众 听众就他讲他的 他讲他的伤心事给你听 他诉说聆听的对象吧 对 那我觉得其实 因为我们在一起三十年嘛 我其实很重要的 如果说要路能够走得长的话 夫妻是可以做朋友 那这是比较重要 否则的话 那个来电的那个热情 他可能维持不了多少年 所以才有什么 七年之养这种说法 对 所以你这个跟梁露 最后成为亲密的夫妻 应该算是你趁虚而入的时候 也不算 不过我带给他很多安慰 带给他很多安慰 这个梁露跟你结婚 三十年 三十年 好长久的一段时间 对 对你来讲可能太短 开始我觉得太短 可是 是他走了之后 很多朋友都在说 你们真好 有三十年的时光 那我才想到就是说 朋友看到的是那个密度 就是在三十年当中 是怎么过的 那个密度很高 不像有的人 也许他有五六十年 我想这样的夫妻很多 但是他们 也许没有那么亲密吧 或者没有一起做很多的事情 其实你们的共同的喜好专业 其实是相 蛮这个符合 可是以前 这个有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梁露都比较在台前 然后大家都说 你就是那个 比较安于 做他的 那个默默的支持 好不容易 所以很多人也很想知道 梁露的先生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是这么样的 一个好的伴侣 他也是一个知音 而且你们两个 大概也是异友 对不对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是朋友 所以才会没有那一个 因为有的夫妻之间 他其实会竞争 就是像你刚刚讲 我最想问的 就是他这么有知名 然后人家说 朱全斌是 韩亮露后面的 默默的那个丈夫 你怎么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形容 我觉得每个人 是不一样的一个个体 我觉得 照韩亮露 我想念照韩亮露 他是会占星 我把你回捕 怎么对付你 就是说我们会透过 这个占星学的 这一个 对 的这一个 道理的沟通 然后我们会认识说 我们自己是两个 不同的灵魂 来人生可能有 不同的任务 那他可能适合 走在台前 因为他可能是一个 比较接近传道者 这样的人 那我呢 我可以说在以前 梁露在的时候 因为我也很欣赏他 所以我觉得可以 帮助他 能够让他 安心的 做他想做的事情 然后让更多人欣赏他 更多人欣赏他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是很快乐的 所以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人家说到说 你是海梁露的先生 你好像都无所谓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 我也有我自己的领域 我自己在 比方说我在学校里面 我在大学教书 本来就不是应该 那么泡头露面的 你以前也做过 电视节目 对那也是幕后 我做制作人 做很久的时间 其实朱全斌教授 他在这个 我们的媒体界 在电视界 是非常知名的 现在你还在教授 我在台湾艺术大学 艺术大学教授 目前还在教授 我想很多朋友 也希望知道权兵 现在的状况是 还蛮平静 然后 我想因为我的年纪 也不小了 我觉得就是说 人生会有不同的阶段 你可能要看不同的风景 或走不同的路 那像两路走的时候 虽然我是非常的不舍 可是那个时候 就有一些朋友来说 就是有些休蜜的朋友 然后说 他走他其实为了要成就你 这话怎么说呢 那就是说 可能我以前的人生 太以他为中心吧 那这个其实也不见得是 两路真正希望的 他希望我也能够活出我自己 就像他当初鼓励我 能够画那些插画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他也常鼓励我说 除了画画之外 应该要多做一些 能够表达你自己的 创意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 未来我除了帮梁露 整理他的书 因为他有七八年的时间 没有出书 所以他留下来的文字 是可以出十几二十本书 没有问题 你都收藏着 都收藏 他每次写文章都会给你看吗 我不见得都想看 他会逼你看 没有 当开始的时候 他因为他是很晚 才开始由电脑打字的 所以我开始 他的所有的文章 我必须要看 因为是我帮他输入的 我的天啊 全平你做这样的角色也 所以现在他的 你说他可以出二三十本书 那他有数十万的 数十万 包括他的旧书都断版了 对对对 所以比方说我们这个 这次出的 狗日子猫时间 就是一个2003年 所以已经有12年的 之前的书 市面上已经大概七八年 都看不到 这是海良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 因为他的这个 他是那种很早很早 他就到全世界去晃的人 他是很早很早 讲星象的 找星座的 他是很早很早讲美食的 很早很早告诉你 生活可以非常的狭义的 一个作者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他 我们有句俗话叫 活在当下 我觉得他 常常就当时 他觉得做什么事 他最开心 他就会挑那件事来做 所以这个 狗日子猫时间 寒量路伦敦旅闸 这个最新的版本 是有路文化所出版的 这个徐伟之先生 他的有路文化 出了寒量路的 最新的几本书 在去年的时候 我觉得寒量路 他虽然不知道说 他得了一个重病 可是他可能 潜意是有什么急迫感吧 所以去年 他一年就出了四本书 那他就已经开始在整理他 自己的书 过去七八年的那些文字 那就去年有路就帮他出了 慢活 那个节气生活 那另外也帮他出了台北 回味台北 对 那么 一共出了三本书 而且还做了好几次的这个演讲 那分享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那在他后来病重的时候 你们有交换意见吗 要先为他在一百零三天的时候 说一百天的时候要出狗日子猫时间吗 他没 他倒没有 但是他 他其实在 最后在一段日子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这些书 你要出不出我都无所谓 他是觉得就是说 好像准备他要走下一段的旅程 要去看新的风景了 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 这些过去写过的东西 好像都在他后面 已经过去了 因为他是一个 往前看 永远都走在别人前面的人 所以他说 朱全鸣 你如果想要 还是跟我有点连接的感觉的话 你就可以去出我的书 可是你不出我也无所谓 那我就跟悔之讨论 那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先挑这么狗日子猫时间呢 因为那个对我们来讲是记载 我觉得是三十年当中 最重要的一段共同生活的记忆 就是在伦敦 我们有点像是中途退休 然后我那时候去念博士 然后我们在92年到97年的那段时间 在伦敦 那那个时候 两个人都没有在工作嘛 等于是一种半退影的状态 你们两个那个时候的选择 是让大家非常震惊的 你知道吗 那现在很多人要提前退休了干嘛 然后你们在那么早的时候 就两个人就双双到伦敦去 后来才发现 你们在伦敦还买了房子啊 对我们后来 那也是因为感恩于 就是我们去之前 那个时候还是三台时代嘛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做节目赚了一些钱 那但是 他在三台时代 你做节目制作人 他是我的编剧啊 对 那我觉得 比方说92年那时候 正好是有线电视 风起云涌的时代 很多人是不会 做电视的 不会在那个时候离开台湾的 因为机会太多了 但我们觉得就是说 我们想要休息 想要换不同的人生 所以才那个时候 我们到了伦敦 那是跟台北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海浪路有在书里面写到说 他去那边好像是灵魂去洗了一个澡一般的啊 就是去思考后面的人生要怎么过 所以有关于占星学 有关于 当后是那个时候 对的那个时候 有关于后来他会回台湾做南村落 做从事社会企业 这些都是在伦敦的时候得到的启迪 所以我们可以说包括他美食 美食除了爱吃之外 怎么样的把它看成是一个文化 一个生活美学来推广 这个也都是在伦敦的时候啊 得到的想法 前后你们待了好长一段时间呢 五年的时间 对对对 那所以他是一边一边啊 这五年当中一边写啊 不是 这个是呃 这一本书是我们整个结束呃 回来之后才写的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距离啊 啊才能够有感觉 2003年第一个版本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那个时候我也在电台做节目啊 嗯 就访问过梁露啊 介绍这本书 韩良露 韩良一两姐妹 嗯 非常有才华 那他们这个 嗯 因为他的他的父母 就是就是偶尔很急吧 啊 对对 对不对 然后因为父亲是外甥 江浙人 是苏北人 可是外婆更会吃 台南 是不是 因为台南人 台南人 才造就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韩良 他什么都吃 对但是我们今天发现韩良露 这数十年了这么精彩 评良心讲 因为他后面真的有个好精彩的男人 谢谢 叫做朱全斌 谢谢 朱全斌今天哈 在梁露去世103天啊 来到我们节目 其实刚去世的时候 我本来希望全杯来谈谈梁露 但那时候全斌 真的太难过了 我们请了评录来到节目 现在我们非常谢谢全斌 也谢谢梁露在现场 应该是吧 他在哈哈笑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8点33分12秒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朱全斌教授 他是韩良露的先生 梁露去世了103天了 就在三个月当中呢 朱全斌教授 把他的插画首度登场 这是你插画作品第一次出版 你的摄影作品是过去 梁露也常使用吗 对 他过去出好几本书 去年出了一本文化小露台 里面都是我的摄影作品 但是这本书呢 韩良露的伦敦旅闸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封面上面有一张照片是 这是你们的伦敦的家 对我们在伦敦陪伦门过了五年的家 这五年当中这个2003年的 这个韩良露出了这本书 就是韩良露伦敦旅闸 那这一次呢 朱全斌教授呢 跟游乐文化把它重新整理出来 那全斌呢 自己把插画 这个放在里面 你的插画真的蛮令人惊艳 你可以出一个插画的专辑呀 可是你看看这个皮革体理广场上的爱神雕像跟恋人 而且你的插画好细致哦 我我我为什么没有 你在什么风格呢 我也不知道什么风格 我是素人嘛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我是素人我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我觉得我后来没有继续画就是因为那个要我画的那个人不在了 或者他没有继续要我画 其实就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 韩良露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一个可以自我表达的 不要讲艺术家吧 就是说可以从事艺术的创作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可能永远不会画 你看这切尔西的乡间小屋 对 这些都是我们去过的地方 你的这个画画笔啊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封面上这个大钟楼是你画的 那也是我画的 这钟楼这样一条线 那是大笨钟 大笨钟 对对那个英国的大笨钟 而且小笼笼的这样子 放在这个封面上 所以这本书 你出版完以后有有告诉韩良露吗 他满意吗 我我还没有梦到他针对这件事情 可见他已经很忙的 我在想他或许会说朱全民 你还不去弄你自己的干嘛 在弄我这些旧书 他希望说你自己能够这个写出自己的作品 对不对 你未来为自己 你为自己发展就是让韩良露比较这个放心吗 对不对 我觉得我就是要找到我自己的核心吧 因为以前某种程度是以他为核心 韩良露的先生 对 做了三十年 干之如银 那那我觉得未来就是说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路 自己除了帮韩良露出书之外 我自己找到自己的不管是摄影 或者我现在决定就是回头拿起画笔来画 然后呢 以前找不到动力 可是现在确实常常会有这个想法 说我要画什么画什么 会有这样的念头 插画为主 也不一定是插画 机密小心了 不是为了出版或者说是卖贩卖什么 不是为了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寻求一个心灵的平静 也许说特别是想象的还是实景的 我看你这个画这本书这个韩良露伦敦旅渣里面多半都是还是伦敦的 我喜欢画生活里面的东西 你看到的东西 看到东西 我自己曾经跟他们度过的有经验里面记忆东的东西 所以将来应该是这样 这本书里面对于英国的这个饮食 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 很多人都会瞧不起英国人 你们有什么好吃的 不就是fish and chips吗 其实英国好吃的东西很多 对 我们那个时候住在英国 我们其实就住在base water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多种族的共同混杂的区域 所以我们的那个几条街里面 有各世界各地的菜 那都是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办法吃到的 对对 像是什么埃及啊 黎巴嫩啊 印度啊 那泰国中国什么这些都不要说了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边可以说 在饮食方面的一个explore 那个经验是非常丰富 所以就是这五年当中 你看他他把这个英伦食物啊 做了非常多的 但是某种程度的频繁了 这是2003年出版之后 这一次的新书呢 又增加了一个 很多照片 照片跟你的插画 如果要让读者哈 这个请你来推荐的话 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推荐者的角色来告诉我们读者 你从这本书里面 除了看到韩良璐的作品之外 还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韩良璐大家都说他第一印象都说是一个美食家 其实我觉得他不只美食 他应该是一个生活家 一个生活美学家 那另外他其实对于社会有一定的关心 所以我觉得 他做南村落的事情 南村落的事情 社会企业 我觉得这一本书他的面向就是这么广 就是说我们去伦敦的话 伦敦里面那个伦敦那个丰富的内容里面 有文明的部分 有生活的部分 有那个好吃好玩的部分 但是也有深刻思考的部分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五年生活的记忆 都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当然朱全斌教授讲得非常棒 就是说你有非常多的部分在这里面 但是看了这本书 如果大家对韩良璐跟朱全斌 有很多好奇问号 韩良璐之所以成为韩良璐 理由在哪里 这本书有答案 因为这有你跟他 有你们的生活 还有韩良璐 看这个伦敦的那种不同的描述 跟不同的这个探查 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本书 我其实觉得那个身表 外表看是平淡的 比方里面会讲说 我们其实也没有做什么 我们就是常常会去公园 公园里面散步啊 然后也许说跟松鼠玩一玩 或者野餐一下 或者平常在家里面 也就做做菜 看看报 那你帮他照那张照片 是他在写作 他在读书 他正在读书 你们两个人读书 很大量的读书啊 对 那我我刚讲的 就是说 看外表看似非常平淡的生活 其实我现在非常的怀念 因为现在的生活的节奏非常的快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资讯的社会当中 随时都在LINE 或者说在脸书上 那个忙碌的跟多人的密集的 保持contact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心灵的满足还不如那个时候 那个平淡 那个安静 那个非常松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我觉得好像是回不去 但是那个时候我却会觉得说 可能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是比较接近的 那是92年的时候 92年到97年 听他说你们结婚也才十几年 那个时候应该是七年吧 对 或者我们把他带到英国 比他容易谋合吧 另外一个空间 对 精彩的 梁露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厚的男人 谢谢 我现在觉得梁露好幸福 你也好幸福 刚刚选拟有点难过 每个人都会很难过 其实我想到他在发音间里面 跟我们谈笑也很难过 但是人生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生命 其实他可以不终止的 他在最后的时候跟你说什么 当他知道他的 他知道他的那个肿瘤 是发展为恶性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对不起你 因为他也知道 留下来的人日子是比较难过的 然后之后他就是 立刻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没有哀怨 他的哀怨 他只有抱怨他的疼痛 但是他并没有抱怨人生的不公 他说这个是他自己要负责任 他说 如果说他可以早一点去面对 去注意到他的身体 去追踪检查 或许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事情 他并没有埋怨老天 他说这是他要反省的 他这样说 那等他走之前 他就交代他弟弟妹妹 说要好好的照顾我 因为他觉得 因为你的生活的重心是他 他或者觉得我以他为重心 他必须要给我一点交代吧 对反正就是说 他我觉得他走的时候 他其实是放不下我 应该就是唯一放不下的 但不过我过得很好 现在 韩亮露听到了没 权宾过得很好 他现在你瘦了蛮多的 我其实有一点点胖回来 我这瘦是当时在他在医院里的时候瘦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段时间里面 要帮梁亮露整理所有的作品 他有很多书要出版 很多 可是权宾自己其实是非常有才华 谢谢 非常好 活得非常扎实 一个男性在这么有名的一个太太 但是这也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这是韩亮露非常厉害的地方 你们的那个夫妻的生活 我觉得用比较俗气的语言是说 朱玄斌教授可以写一本夫妻生活的书吧 我是有这个计划 作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女人的先生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社会面看是这样子 其实人生很多内容 社会面只是一部分而已 那我们在家家庭里面的相处 我觉得那个就不见得是外面看到的这样子 我们没有看到的韩亮露是一个贤惠的太太 不太会做饭 他应该很会做饭 他很会做 可是要 不常做 他要随性他想做就做 而不是说把他当作一个他的职责来做 对 比方说有时候我上完课回家 一看说我们今天怎么吃泰国菜 他说因为我今天看了那个 那个电视上在做泰国菜 我就突然想做了 所以他是很随性的人 对很随性的 他懂心相对不对 是的 他为什么没 他怎么算自己的生命 他 他其实我们是不避讳谈论生死的 你说你在他生病之前 你也就不避讳 不避讳 生病之前就不避讳 对 我们曾经想说我们最好的状况就是 因为他原来看他65岁有一关 他自己看 他自己看有一关 所以他觉得那个才是他的生死观 当然这次来的是比他预期的早很多 那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但是我觉得他早走的话 可能让我有机会可以去面对我自己 怎样在海良路不在的时刻 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的路 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特的灵魂 都应该给自己找自己的一个核心的方向 而不应该依附着他人 我想或许这是他的安排吧 全民是其实就多少年了 很多人都跟我说海良路的先生 周全彬过去是非常知名的节目制作人 现在你是教授 但是节目制作应该还是你最大的一个灵魂专业之所在 对不对 以后你要摄影 要插画 要写作 我们非常为全民祝福 也很告诉海良路 好吧 你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玩耍吧 我所谓玩耍是银号 搞不好他会给你再来一本书 韩良路的天堂炸鸡 可能是由朱全彬来感受吧 马上回来 我们另外还要请教全彬 韩良路过世之后有个追思会 后来全彬主编了一本书 是世界才是他的大官员 今天我们追忆韩良路 我不认为只是追忆这个人 而是这个人的一生的生活的方式 他跟先生相处的方法都这么的完美 好奇怪哦 他好像生下来 就是这么幸福 这个幸福的后面 有多少多少的努力 等一下全彬再来告诉我们 这本由他主编的追思查会里面的这本书 世界才是他的大官员 这书不卖的 不卖 这是 非卖 这本非常好的书 只送好朋友 韩良路 其实我跟他算是 算是就是之交嘛 也不算是密友嘛 可是就觉得好像他真的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一个好朋友 你讲他才女好像都有点 有点对不起他 他不只是才女 马上回来 朱全彬先生谈他的太太 韩良路和他们最新的一本书 有了文化所出版的 韩良路伦敦旅渣 狗日子冒时间 8点49分20秒 今天那个朱全彬先生在现场 我们介绍的是他的太太 韩良路的过世之后 所出版的第一本书 狗日子猫时间 韩良路伦敦旅渣 全彬把他的插画首次公布 那是一个非常 你看你的插画随便一翻都好优秀 好好好棒 所以你未来自己也要在插画摄影 这个方面 这个做就是做职业心的努力 还是专业心的努力 就是不逃避吧 就是画自己心里想画的东西 如果说有机会给大家分享的话 也很乐意 好 关心这个韩良路跟朱全彬夫妻的朋友 可以从我们今天访问当中 全彬 当然他也没有办 他也才一百多天 还是蛮难过 尤其回想到过去跟梁路的互动 但是你已经 让自己心情平复 你要开启你人生的另外一个 我觉得人生就是有失也会有得 如果因为我们以前 都是两个人的小事件 其实我跟梁路也都是比较private的人 梁路虽然在外面看很活泼 很热情 可是我们真正喜欢是安静的生活 所以呢 朋友以前也不会来打搅 也很少来约 那但他走了之后 我觉得人生有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我好几年 十几十年吧 都没有这么忙碌过 就是说太多朋友的关爱了 很多人关心你 很多人来怕我 不会料理生活啊 怕我生活会寂寞 因为觉得有寒凉路罩着你啊 对 都来陪伴 来做菜给我吃 所以这些获得 我觉得是以前感受不到的 那这当然也是人生当中 非常值得珍惜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梁路的走 带给我的一个新的发现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朱全民教授 他一方面连接着寒凉路 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在这个传播跟摄影 还有插画领域这个里面的自己的才华 在这本书里面光是这个封面上的这个大笨钟 就已经这个让人惊艳了 还有这本书叫寒凉路的追思查会 就说这是你主编 这是你很很一个月之内 这是对 世界才是他的大官员 因为梁路他在走之前他有交代他说他的那个绝对不要那个功绩 他说不要那种吵吵闹闹的那一种 所以我们那个带很多朋友想要来纪念他 所以我就还是做了一个追思查会 那这追思查会就是定在他往生的一个月 那我就想说 3月3号 3月3号 所以我们是4月3号的时候开的 然后呢当时就想说 可能朋友们会希望能够有一个东西带走 里面也陪我们一起来怀念他 所以我就整理了30年当中 包括从他小时候 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的照片都在里面 然后就是也是谢谢有路的悔之帮忙 那我们就在一个月当中呢 就赶快把这个彩色的这个纪念集 把它编出来 那里面还有很多的好朋友的纪念他的文章 里面有好多好多照片 有几张照片 你们两个人好像那个 好像兄妹哦 好像哦 夫妻脸吧 夫妻脸 所以这些照片是你选的 对不对 在后半 大概三分之二都是他的照片 那里面有非常多他的好朋友所写的文章 封面还是稀松的这个节奏 他的书法杰作 这本书本身就是艺术品 谢谢 就是整场品 这个权斌在梁露去世 3月3号去世之后 我记得我们很多朋友 大家都非常的伤怀 那你写了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后来在网络上疯传 很多的我的朋友跟我说 韩梁露命真好 他过世之后 有周权斌这样的先生 那每一个女生都说 那我过世之后 我先生会不会写出这样的字呢 所以对很多先生来讲压力蛮大的 权斌 有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 其实 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表达吧 因为那个 当初会写那篇文章 就是为了这个纪念册 那纪念册 因为我们设定一个月内要出嘛 所以韩之就好几次说 你文章写了没有 文章写了没有 所以我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后世要料理啊 也禁不下心来来写那个文章 所以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很伤感 然后很有感觉 然后就坐下来就写了 然后当写的过程当中是非常emotional 难过的 对 那没想到后来那个联合报就拿去登嘛 登了之后就很多朋友看到 然后就 你讲的疯传可能就是这样子吧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在写那文章 也许写出来不是那个样子 可能就当时那个感触 我就把它表达出来 对对对 你是真情还那么的细致 那么的优美 好这个告诉我们这个 所有的男男女女的夫妻 你今天告诉他们怎么看待 韩亮露跟你韩亮露的一生 最后十秒 我我觉得夫妻相处是一个很大的缘分 才可以在一起了 我觉得就是多欣赏对方 多支持对方想要做的事情吧 就像他也曾经这样的期许我 他非常欣赏你 请你画插画 你以后来介绍你的插画全集 好 祝福很亮露 露也祝福全兵 谢谢 谢谢全兵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明镜的支持 欢迎代表本台